哈囉大家好我是Matt 歡迎收看歷史穿越dry 我來跟我說你們很遠就氣死很緊世 歷史不斷重演或是長得真的超像到底是怎樣 而在30歲前有三件事一定要弄清楚才會在職場一帆風順 很不順 確立目標志向 討好上司和同儕 與最後最重要的 到底是他差的要念傘還是現彈槍 真的每次遊戲直播都會猶豫一下 到底要講哪個字罵聲比較少 於是我翻開乘風已久的國語詞點 對這邊可以Cue大陸群奇的主題取了愛感恩 現為雨點與冷空氣凝結成的雪珠 降落時呈白色透明的小兵力 然後現彈就是鋼皮殼內裝滿至近約半寸的鐵柱彈丸 開槍時彈殼會首先破裂 主體推入砲口後彈丸便會分散出來 是一種破壞性極強的武器 然後散彈這通通就沒有特別講到 很有趣的是如果你放關鍵字搜尋 限彈槍用詞在台灣媒體中比後者多出7x8 但是官方字典中沒有明確說 變成槍之形式你要用限彈還是散彈 所以才延伸出兩種說法在真正統的現象 這部分喬一不止遊戲中介紹限彈槍內夾 也有幫大家簡單帶過 關他限彈還是散彈 為了讓糾正狂魔有事幹 我都還是習慣稱IKEA 不會唸中文沒關係 但那經典的 嘶嘶嘶 聲大家肯定不陌生 我個人覺得是居家防衛的極致武器 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 兩名帶一徒偷偷摸摸地爬進家門 想要偷走我的BenQ 4K HDR 舒適屏護眼螢幕時 我就可以熟練你 翻開床底下的Shotgun 然後緩緩地走到門口 在他們以為要得逞的時候說 Say hello to my little friend 然後隔天警方發出其實我只是暴露狂而已 應該是每位顧家好男人都會有的幻想劇 也是在一次遊戲直播中觀眾提起的問題 好奇二戰是否常見他們的蹤跡 還是像傳說的被列為非法工具 不分年代不管寫實殭屍 還是近未來的背景都可以來一發 遇到一堆煩惱像你希拉也不需畏懼 尻下去問題就解決一半 特別是對我這種瞄不準的收藏玩家而言 真的是上帝給的善良之槍 在射擊遊戲不可能沒有的威能武器類別 但被觀眾這麼問我還真的被問傻了 因為看了那麼多影像的紀錄 不分同盟或軸心果 雙方手上持有散彈槍的機率少之又少 除了破門前任的專門任務需要外 我目前腦海中好像真的沒有廣泛配機散彈槍給前線部隊 但其實他一直都在 像是遊戲《戰地風雲5》遊戲中使用者沒人抱怨 但接受方怨聲連連的Model 37 他就是根據伊薩卡壓動式散彈槍的二創 以雷兵頓17基底所做的改良 這間位於紐約州的槍械公司 要等到白朗寧不會告他們侵權後才敢問世 時間也就來到20年後的1937開始量產 主要在國內的警方和射擊運動市場獲得廣大的成功 不只遊戲裡面大家愛 現實生活中也是 參與二戰、韓戰和越戰 也成了首把二戰前問世到現在21世紀都還有在生產的 POM ACTION 敲觸 距今已經有兩百多萬把衝出封鎖線 說到Browning的這位武器狂人 他的發明就肯定會在美軍清戰中出現 遊戲中名為自動化12G 散彈狗 喔 我說散彈槍 抱歉 被拿這類武器幹掉得很 現在很容易嚇唸 他的限時本尊是白鴿半自動線彈槍 Browning Automatic 5 因為主體是五發裝彈量所慣的小名 除了警方可以有效制服暴徒外 在美陸軍中也有悄悄上架 他撐到1998年才正式停產 雖然沒有上一位大大那麼長售 But A5哥也是全世界公認的第一把大規模生產的半傘 Winchester家族的大咖1897和1912型號 他們的歷史就足夠講一整齊了 從一戰就出產的型號 並吃著沒壞的東西就沒必要修他的精神 繼續在下場大戰撒野 在遊戲中稱為M97戰好槍 對啦 讓德軍換有PTSD的武器 現在則轉去欺負太平洋的日軍 前面大家聽起來應該可以感受到 美軍有多愛獻的程度 因為歐洲其他國家遵循 散彈是拿來打獵 步槍才是戰場霸主之道童 所以叛逆的Jerling M30複合式散彈 應該是唯一的特例 在遊戲中也有罕見出現 才有一個三管設計 可以在9.3毫米步槍彈和12G千彈中做切換 三管旗下在20世紀初的歐洲獵槍中頗為常見 德國曾抗一美國不講武德嘛 所以M30軍方都是藉由非正規渠道購買的價格 可想而知頗貴的 他們會以救難組合包的方式 在北非戰場的德控軍服役 會存放在飛機的鋁支箱子內 槍管和槍都還要在使用前自行組裝 來負贈吊帶和清潔用具 因為根據國際法 被擊落的飛行員不是武裝人員 但阿亮只有剛剛說的20發補槍彈和40發是散彈 補一週背起來14公斤 你如果是真的最激厚的倖存者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要找到有軍基地嘛 在求生不易的沙漠中 腦袋正長的人都不會想帶著笨裝的東東 而且飛行員本身就會自配手槍 北非那時候是37M匈牙利班自動手槍 後來才是首席的魯格POA 滑瑟P38等等 所以有4000多把被官方訂購的無用之槍到底要幹什麼 引起後事許多討論 有人說是空軍基地警衛工作配給 也有人說是無聊可以拿來弄壓 看了許多資料我覺得這個解釋最得我心 大家都知道空軍頭頭哥林有打獵的癖好 那麼大的人物 當然每次參訪槍械工廠都會有工商品當作見面禮 所以他自己有許多複合式槍管偵藏 其中就包含我們的M30 我聞到一點官商勾結的味道 有可能是哥林和少爺公司老闆私底下就會相約打獵 他把人家給北基喔 談生意啊 談國家大事 那時候空軍呢真意氣風發 豪邁訂個頸籤組來幫老朋友一把破為過吧 然後真的批發下來 也可以給空軍飛官作為賀禮擺在家裡都好看 這一切當然都是我自己的幻想劇 沒有紙本紀錄 不過能有這麼大的影響力 將這不切實際的計劃給執行的人 大概也就是他的位置才辦得到 不管如何這把武器也是德軍啊 甚至軸心國唯一在二戰官方使用的限彈武器 二戰由於環境的改變 所以前線也很難聽到那悅耳的嘖嘖聲響 前面介紹那麼多他們的好 但還是不適合廣發主要有兩大原因 第一就是相對的過時性 美軍最常使用的溫測斯特1897都是19世紀的士人 可能單講數字沒有fu 福爾摩斯最早的小說短片在1887年上架 逼他大十歲而已 勉強在一戰末能把戰壕槍帶進室內CQB還說得過去 但二戰有了衝鋒槍 這種小巧色素驚人的武器誕生 相比之下他更能發揮出火力壓制的效果 射程他也比一堆豬豬來得遠 美國前期明顯也有M1928湯普森 後來引進更為便宜但一樣致命的M3黃油槍 因此歐洲戰場遺忘大家不足豪狗了 那散彈就漸漸被丟棄 遇到清房子等城鎮戰的問題 他們通常會用手榴彈搭配衝鋒槍來解決 所謂的炸魚薯條戰術 Fish&Chips 英文軍事縮寫拉長來看是 對付有人在的建築物和在市井小巷內製造混亂 一堆水榴彈在屋內引爆 比俄羅斯式的人質解救還要狂 我們可以再換另一集來講這古早味的CQB城鎮戰 而且同時短小精幹的衝鋒槍 也更適合配起在武裝載具內 提供組員貼身防護 德空軍別再插獵槍了 趕快做筆記好不好 唯有一例外向圖片展示的海軍陸戰隊 他們要在密密麻麻的叢林中近距離與敵人交火 當然會需要配給一把來明則寶生 海軍陸戰隊經常在兩棲攻擊的前一天晚上 直接從登陸艦艇的武器儲物櫃中拖走他們 帶上前線轉彈的時候就能將日軍傳信歌給炸出天際 聽到樹木香推銷日語課程 就直接往那邊扣板機超級熱銷 沒有打死狙擊手也不要緊 一發下去也能順道將隱密的樹葉岩體給拆毀 但後期也有頭痛的問題 那就是軍隊黃銅打造的彈殼缺貨 必須要用紙質來代替 我們現在熟悉的塑膠彈殼要到1900年代才正式在市場普及 可想而知在熱帶氣候的潮濕環境下 士兵們還是轉移用衝鋒槍吧 小忍知識是很多下場服役的現彈槍 他們多用於警衛工作待在部隊大轟方 首點嘛就不用擔心要射多遠的問題 有敵人要衝進基地再給一槍就行 如此一來多的步槍就能往前線送 第26海軍陸戰隊一名首次現彈槍的哨兵 在硫磺島上就曾在黑暗中對兩名規規色色的黑影開槍 早上才發現是想偷襲的日軍 另一個好處是我們的主角也常作為訓練用槍 打定向飛把可以訓練飛行員和機砲組員追擊空中移動目標 同時也可以節省主要彈藥開始 他們甚至開發出了這種陷難艙塔的模式 讓學員練習追目標真的實際下場而為.50的防空火炮 介紹完實用性和經濟成本考量後 大家應該可以理解二戰不回擊的原因 但是上場對決中卻意外對位 連德軍都不得不站出來向美帝大佬出抗議 其實仔細想一想蠻搞笑的 機槍掃射、空中轟炸、毒氣、戰車也首度被引進 他們皆造成數百萬人傷亡 就只有我們今天的主角被人詬病 更諷刺的是抗議的聲音是來自德國 咳咳...他們有七柏林飛船轟炸、MG-OA重機槍、934Rubot 每一項皆是殺人力氣的工業里程碑 怎麼也不欠美軍出來拷貝一下 1918年7月21號 來自第77師第307團的美軍士兵在巴卡拉招服 他手中拿的是德軍完全沒看過的武器 溫徹斯特97式現彈槍 9月11號又是同樣的型號 在不同快戰場被繳獲 4天後德政府搞了封外交文書抗議這玩意兒 兩國沒有在同一個群組 所以要輾轉從柏林的西班牙大使館 寄到美國在瑞士伯恩的駐地 字條寫道美軍使用的現彈槍 違背1899年和1907年的海牙公約 嚴正警告如果再有美軍攜帶這東西 或其彈藥就要連戰斧都如實銷毀 雖然美國官方人員是到快10月才收到這則訊息 但白宮高層向國務卿羅伯特蘭星老早就有準備 美國陸軍法屬總長寫了倉達5頁的備忘錄 換你不想花時間讀完他們開門見山就寫 現彈槍的目的非常顯而易見 啊就是拿來殺人和傷人的 撰寫人安塞爾准竟然認為德國人會那麼不爽 是因為事發幾個月前科學美國人雜誌以這樣的方式描述 說現彈槍為新的美國利器 能有水平9英尺和垂直約3英尺的破壞力 因此要miss掉傳統德國大規模過兵陣都難了 安塞爾也提到 這你們討厭的東東也能拿來打性格或激發還沒引爆的敵人手榴彈 但他們主要的目的還是在戰場上發出致命一擊 確保在短時間內讓近距離衝鋒的敵人被停止行動 人家這位準將至少也是法學士畢業 要打官司當然奉陪 辦出海鴨公約第23條 禁止使用旨在造成不必要痛苦的武器或彈藥 所以他辯護說殺人效率無上限 而是反對其殘忍和恐懼 甚至將你們一軍 德語就有一詞 單止恐懼心理戰 是官方使用的恐怖手段來抑制佔領區反抗聲音的政策 安塞爾指出你們所使用的鋸齒刺刀 火焰噴射器 毒氣才是不必要的傷亡手段 美軍限彈槍從歐洲登陸後的第一場戰役就出亮相 一開槍 美國軍隊在近戰中就獲得重要優勢 12口徑限彈槍 配備20英寸槍管 吊鎖和刺刀柄 還有一個穿孔金屬隔熱罩 即使槍管過熱握不住 士兵們還是可以照樣抄擊刺刀殺敵 訓練有數的士兵連尻尻九七式 可以在幾秒鐘內打出六發組合拳 每一次出擊就是54顆8.4毫米散彈 擴散至方圓四五十公尺 不難想像他就此獲得戰壕掃把或戰壕清理者的美名了 預備了森林戰役 美軍真的隻手擋下了德軍的進程 一工兵連尚未回憶到 對他們而言 限彈槍是從所未見的 每次開火就會有三到四名德軍士兵硬生生倒地 他們愈是驚訝 就愈想要一探究竟 火光閃現後也更加致命 限彈槍成了襲擊和巡邏時的首選武器 在德軍中引起了其他的恐懼 一名美國戰士衝進他們的碉堡 並僅發射兩發子彈就單槍匹馬的 俘獲了23名德國士兵 在另一個例子中 光是一支200名配有限彈槍的部隊 即打亂了德軍大規模進攻的節奏 眾多千彈往敵人身上灌 有目擊者說第一波突襲的部隊 幾乎成了滿山的人體千彈堆 德國的抗議遭受大部分美國國內報紙的冷嘲樂諷 呃 現在聽起來有點政治不正確地說 我們當初西部拓荒拿來打1D2人的武器 現在對付你們剛好而已 紐約太陽報的回應更是經典了 寫道 從一個自己先破壞遊戲規則的政府 口中說出來的抗議呢 為之轟沒有的程度連平都不用平 毒氣的發明者竟然會反對我們用乾淨的子彈耶 真的有夠強 美國政府也抓到德國自己自相矛盾的尾巴 安塞爾點出 以把99年德國當時自己還阻止美國 在第23條款下增加細項 一份具體會造成 非必要痛苦的武器清單 像爆裂彈等等 其目的呢 就不僅僅是通過殺死或傷害一個人來使其失去戰鬥能力 我翻成白話文的意思就是 那個時候你不要我們拉清單 現在說好遊戲規則才在那邊哭 -雪卡喔 安塞爾說呢 就算那時候才拿美軍的建議 限彈槍也很難上榜 原因是 他們使用的就是 最為常見的編號 雙0 陸彈 爆殺 就和點32 口徑子彈大小一樣 蠻有趣的是 柏方面來說 快速將你一槍斃命 還不叫人道點 安塞爾認為戰場上 你不應該為傷亡效率高而遭牽責 應該要避免的是 讓對手垂死產生沒必要之痛苦 此抗議是沒有法律依據的 最後總結 將沒有理由的指控視為對戰爭法的最高尊重 面對我們現在的敵人 原先的好意 當然無存 對於外交廠的他們所使用的語言 如何不帶髒字說 你是白痴 真的是一門藝術 面對德政府的抗議 國務卿藍星也出面回應 堅定地認為 根據海牙公約 軍隊是可以使用限彈槍 至於德國威脅要拿這玩意兒的美軍劍兒開刀 他則是嫌到會做出相對應 確保我軍安全的報復 德政府見到對方那麼強硬 也就自己摸鼻子走人了 他們已讀不回藍星的信 當然也沒有美國人因為攜帶線彈槍而造出局的事件 抗議性兩個月不到 1918年11月停戰協議簽署 我們今天的主角才上場了兩個月暑假的時間而已 一場打了四年的 你推過來我推過去 結果竟然是最後四個月的時空中發起怨言 德國抗議現彈槍明顯和我們玩遊戲一樣 不是殘忍不殘忍 而是因為他查的實在太有效了 爭論很快就獲得平息 而這些辛寵兒們則是乖乖回到武器庫存好 一戰美政府大約購入三萬多隻現彈槍 雖然二戰沒有什麼士兵拿著他們的圖像記錄 待到戰後統計 文哲斯特、雷明頓、薩維奇、史丁文森和伊薩卡的民間大廠 還是應集出了50萬把各類型散彈作為軍事用途 抗議活動滿百年之際 美國政府在戰時選擇散彈槍的立場從未動搖 在二戰、朝鮮戰爭、越南戰爭 甚至中東局勢在哀家哀戶的戰鬥中 清楚可疑的叛亂分子藏身處都會帶上一把 等戰末期隨著恐怖主義威脅 將戰鬥轉移到城市地區 石油專頸平台、船舶和飛機上 聖誕槍在美國作戰部隊中變得越來越普及 被發放給特種部隊、船員、登陸隊 和美國海軍陸戰隊反恐安全小組 美國陸軍的三角洲部隊也有一種安裝在M16型步槍槍管下方的 小型拱洞式聖誕槍 綽號萬能鑰匙 目的就是如果歹徒被反鎖在家 我們要好心營救的破壞工具 即使今日美海陸依然配有莫斯伯格500、590系列或M1014辦自動線彈槍 歐洲正統的德國也不演了 擺脫百年前的陰影 在特種部隊廣發僅用雷明盾870 軍用線彈槍是21世紀武器庫中非常寶貴的資產 雖然交戰距離有限但他在破門、障礙物清除 和發射催流瓦斯或豆彈等非知名武器部門 都比傳統步槍來得耀眼 單純你扣下一次半擊就能釋放無比的破壞力 目前這樣的武器類別就無人能取代了 聖誕槍槍的魅力大概真的永遠都會在 這大概就是對於近距離一發入魂的簡單介紹 真沒想到一個觀眾簡單的提問也能做成快20分鐘的節目 鮮誕或鮮艾槍都好 大家會願意帶他上戰場嗎? 還是覺得像戈靈一樣放在家中當擺飾就好? 都歡迎在下方留言分享 我不一定會回覆但前禮拜留言我真的都會看